歡迎大家回到 AI NEWS 我是Ethan 今天我們又再度邀請到了我們的Paul長老來到我們節目上 Paul長老大家都知道他是末世先鋒 那他對末世是非常非常了解而且有研究的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現在處於末世嗎 現在末世已經開始了嗎 你的看法還有你的觀點是什麼 我的看法是我們是的確是處在末世 那這個末世我就用一條狗來做比喻 就是一條狗呢他的最尾巴的 就是那個尾巴那條那條尾巴或是屁股 那個叫做AND 這條狗的後面 OK 那這樣 然後呢這個屁股呢 後面有一條尾巴那個我們叫做末世 OK 現在大概come to這個尾巴 那現在重點是說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尾巴的最後一節了嗎 那那個叫the end OK 然後最後了嘛 那比如說這個尾巴是白色的 那最後一小節是黑色的 那現在呢我們現在是在尾巴的什麼地方 一定到最後那裡嗎 那答案是還沒有 照聖經來講 因為那個最後那一段 你可以說是七年或者是三年半 反正我剛剛講那個尾巴最後黑色的那一段 但是是不是已經趨近於 現在還在屁股嗎 還是已經到尾巴了 現在我認為是已經在白色尾巴了 距離這一個黑色的最後那一段 我是覺得接近 相當接近 你是怎麼可以看出來的 因為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在看新聞都知道 現在世界真的是亂成了一團 從來沒有這麼混亂過 而且你可以發現說這個亂 基本上呢從疫情開始 戰狀病毒開始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指標 那這個呢就過去我在莫斯風火台 它一出現的時候 我就憑著這個病毒啊 Therion 這個希臘字啊 就是很微小微小的野獸 這個意思能夠吞噬人生命的Therion 那我就憑著這個我就指認說 我說這個是那個啟示錄的第四印 的時代的開始 那我覺得自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已經過兩三年了 那我在持續回頭看這兩三年 所發生的事情呢 我覺得更加的清晰 我覺得我這個當初指認的這個點呢 到現在我覺得更明白 我的裡面的確信感更清晰 所以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第四印了嘛 第四印了 那因為有那個Therion 因為那個前三印完全找不到這個特點 只有在第四印裡面 有那個很微小的 能夠吞噬人的野獸 過去我們不 你看河爾本的翻譯不曉得是什麼嘛 以為說你們家的那個寵物 突然凶性大發來咬你的屁股 對不對 因為想說北極熊都已經快要滅腫了 怎麼會有那麼多的野獸 還是可以殺害人的那個 對那麼多的人 yeah 所以我是認為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第五印是什麼 第五印就是 許多的基督受到迫害啊 Prescution 來臨 因為在那個祭壇下面有 有許多那個被斬折的靈魂嘛 說公益的主不意為我們身冤要何時嘛 有白衣刺給他們說你們安靜遍洗之後 還有一些就是說被檢選在末世裡面做殉道者的 他們要做忠實見證的 見證主的道不愛惜生命的這些的 那他們也要殉道啊 所以說你如果再比對這疫情以來這三年 你看對Christian 對基督的信仰 對真正的持守基督信仰的 還有真正持守基督信仰的教會 還有這個牧者基督徒 還有這個價值觀 種種的全面性的迫害 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面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大 然後教會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小 但是教會有能力的教會變得越來越堅強 有能力的教會變得越來越堅固 絕對不妥協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變得完全不妥協 現在原本感覺軟弱的基督徒 他們都起來了 剛強起來了 那原本都怎麼樣的基督徒 他們現在開始反而全部跑到另外一邊去 另外一邊的陣營去 所以說我的確是可以感覺到 因為像說我們這幾天 上個禮拜去Chino Hill的Unified School District 去那個地方抗議 我從來沒有看過 敵人可以這個樣子攻擊基督教 直接在那個台上就說 你們這些基督徒 你們這些牧師 你們怎麼樣 基本上對別人的信仰都是有一定的尊重在這個地方 你基督徒 OK 我不是基督徒 OK 你不是基督徒 那我是基督徒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現在他們真的就是可以無所謂的直接攻擊基督教 而且底下的人是在拍手鼓掌 這樣子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 sign 你覺得什麼時候會 Perssecution 會開始 什麼時候 我覺得已經開始了 Perssecution 已經開始 他 也許在美國呢 我們如果以美國來講 他是用法律的形式 對不對 他從用這個法庭啊 法律的 這個 這個形式呢 那當然他透過這個比如說LGBT的這個議題嘛 我覺得這個呢 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性別認同的議題了 而是從這個議題衍生出來的許多的價值觀的改變 包括對家庭的定義 學校教育應該要怎麼做 比如說 還有其他的 比如在政治上面的 這些很多的 還有社會的文化 虛虛多多的 已經產生很大的這樣子的延伸的 各方面的 那這個東西呢 完全都是 來跟政經 形成一個很強大的連結的勢力 來抵擋政經的真理 所以對基督徒來講 會覺得說 你現在受到的這種擠壓 不再是只是一個性別認同的議題的一個擠壓而已 對不對 相對的在 很多的面向上面 你都會感受到 越來越 然後越來這個 好像四面那個牆越來越縮緊 這種感覺 而且不只是社會給的壓力 甚至連很多教會 我個人認為是從同婚的時候開始 同婚之後 把一男一女的這個東西 約打亂了之後 什麼都亂了 一切都亂了 那我喜歡從屬靈的眼光來看 我覺得就說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因為我們聖經也教導 我們屬靈的人看透萬事 因為有聖靈 聖靈滲透萬事 所以直接切到最裡面去看 再出來就清楚了 那所以說呢 基本上呢 就是說 這個性別的議題 LGBT這個藝術價值理念呢 基本上就告訴我們說 上帝是個笨蛋 上帝是個無能的傢伙 就是說如果他真的是 是聖經裡面講的 這麼大有能力的神的話 他怎麼可能去犯那麼多的錯誤 他明明給你一個男生的生殖器 給你一個女生的生殖器 對不對 可是呢 那裡面呢 又讓你是一個女生的靈魂 或是男生的靈魂 或者是讓你 讓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是什麼 男的 還是你還有其他的選項 就是說這樣子的上帝 你有辦法相信嗎 對不對 那何況你基督徒 你如果相信這個的話 我覺得這是 One of one 就是你當你這個東西 一旦被打破了以後 那什麼東西都可以隨之被打破了 這個滑坡效應馬上就開始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樣子一路 everything都 每一樣都可以亂套 沒問題啊 因為最基本的那個點已經不在了 對 因為這個基礎價值觀 他最基本的真理已經消失了之後 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是 或者所以他才能夠演發出來 叫做那個變性嘛 現在說 所實在的變性是 才是真正的主流了嘛 對不對 這樣才是最酷的嘛 那變性的意思是怎麼樣 上帝你把我 就說創造為男生 我就不喜歡嘛 你的意思說你的創造不好嘛 I disagree 我不同意你的創造啊 你不見得你最知道 什麼對我是最好的啊 就是這樣 對 那所以呢 我要我把我自己變成另外一個性別啊 這個就是 最基本點上面的反叛嘛 悖逆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當然從那個所引發出來的 很多的這種困惑也好 或者是謊言啊 或者是很多的deception 沒辦法避免 所以是必定的 接下來這個末日的這個東西 這樣的事情一定會 會來越來越嚴重 但是呢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人 他們去過了這個生活方式以後 有一些的 那不是所有啦 因為我認識 也差不多50個國家的 他們是說 去過了這個生活方式以後 但是呢 他後來發現 他不能夠帶給他原來 所感受到的那種自信跟滿足 跟那種快樂 跟那種認同感 所以他們再一次出發 再一次來尋求 那終於就尋求回來 他原來這出生的性別 而且他擁抱 真正這一次他就擁抱了他真正的這個性別 而且他活出非常精彩的人生啊 就有這麼一樣的人 我們稱為跨洪者 那我想問的就是 其實這些東西很多是 很多教會是支持的 很多牧師是支持的 變性人啊 LGBT這些東西啊 你覺得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教會跟牧師 會掉到這個樣子的陷阱 我只能說呢 應該是妥協 我覺得就是妥協啊 還有就是說 不是有更深的 你不覺得有更深的 更邪惡的意圖在這個地方嗎 我覺得就是 說實際上我真的很難理解啦 因為聖經 聖經就在那裡 他又不像佛經那麼多本你知道嗎 聖經就一本 就約到新約 其實他是一以貫之 神的話他沒有瑕疵的你知道 我很喜歡做一個例子 神的話也是好像一個球 一個球你知道嗎 所以他裡面有一個拍給他hold住了 有一個3.1416你知道 所以他可以是一個小球 這個小球你越了解越大越大 可是他中間就有一個拍 所以這神的話語呢 你可以從底部看 從上面看 你可以把它切切一半 當作平面的用這個角度來看 或切好幾層 用不同的高度來看 或者是你從這個不同的面向來看 所以你可以從角度 從高度 從維度 dimensional來看 就是說他是很豐富的 可是他又有一個 simplicity 他有一個很單純的 神的話也是單純的 OK 他很深 但是他單純不複雜 好像一個球來講 他最終他很簡單 一個3.1416 全部hold住 那所以你不管你從怎麼去檢驗他 穿插過去 不同角度高度 維度去檢驗他 就約到新約 他是連貫的 所以that's why I was so amazed 就是說 哇神的話也這麼的吸引人 對我來講 我讀聖經的20年 我真的就是說再也沒有 對我來講 沒有比讀聖經更讓我驚豔的 而且更驚訝 而且覺得更exciting的 太棒了 所以說 那我就很難了解說 有這麼樣清晰的真理在這裡 這麼棒的真理在這裡 那為什麼 就說去讀了神學院或墓會 這墓者們 為什麼他 所以我只能說他是不是妥協了 你知道嗎 惧怕人 過於惧怕神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道理的那個 例子是非常好的 因為你剛剛說3.14 這個圓周率 很簡單 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你永遠算不完 他這個3.1415 就是這個16926 什麼什麼什麼 永遠算不完 永遠都他的奧秘在這個地方 所以神的話很簡單 但是我們永遠沒辦法 真正的100%了解 永遠都有新的這個知識在裡面 我覺得你剛 求這個比喻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跟你講 因為我在台灣前一陣子論戰替代神學 學院派的替代神學的 就說我就跟他提出我的看法 我說這個系統神學 就一般神學教的這些 我們今天順便聊一下 為什麼這個 就是說會有替代神學的來源 這造成現在的這個 基督教界的返游的浪潮 這樣子 那第一個呢 就是說因為他沒有接回希伯來根源 那是因為過去呢 我們從那個羅馬天主教開始 對羅馬天主教來講 君士坦丁以後的這整個羅馬天主教來講 這個太好了 這已經天果已經在地上了 OK所以他們才發展出來的 一個叫做無千禧年論 我過去去神學上了六個月的課 那我也很驚訝 為什麼聖經 他們神學家會 對於這個千禧年會 居然有出現所謂的沒有千禧年 我說這平平起初就寫了一千年 千禧年為什麼沒有呢 那他們就說 因為靈異解經 那這個靈異解經呢 最早就是羅馬天主教 弓力剛教會發展出來的 因為他說這個沒有 他這個是意思是說 耶穌呢是不會再回來 我說為什麼耶穌不會再回來 他說原來呢是聖靈呢 耶穌就借著聖靈居住在我們裡面的 OK 然後呢 那這個羅馬天主教呢 弓力剛啊 等於是the mother church嘛 對不對 就是教会之母的嘛 就是這個權柄所在的嘛 那麼呢 他是 所以他就借著這個羅馬天主教 還有借著這個聖靈啊 然後呢 這樣子呢 永遠統治 所以耶穌不會再回來 他只是借著聖靈 或者是借著羅馬天主教 永遠掌權 蛤 就就是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他才沒有千禧年嘛 耶 那他起司錄 寫起來最後一句 怎麼可能 耶 耶 而且 嗯 因為他們 君士坦丁大帝以後 他們把太陽教的崇拜啊 揉進去的基督教嘛 揉進去基督教以後呢 他就 刻意要跟希伯來根源斷根 所以呢 希伯來根源的東西 他就要把他隔開來 那比如說 本來以前呢 就是安息日聚會嘛 是不是 那但是呢 他現在就發明一個理由 耶穌是星期天早上復活的 七日的頭一日 所以呢 就把他改成星期天聚會嘛 比如說這樣子 那就基本上就把十戒給改了嘛 就把神的話也給改 因為他太Jewish 太Jewish了 所以他把他改了 這樣子 那他一定要斷根了以後 他才能夠取代嘛 所以他後來才會發展出來的 教會就是新約的以色列 旧約有以色列 有Promise啊 這些都有 但是呢 到了新約的時候呢 Church 教會 就等於旧約的以色列了 所以說呢 上帝呢 給這個亞伯拉罕的那些約啦 土地啦 盟約啦 什麼這些的 這些呢 全部呢 因為教會呢 是新約的以色列 所以呢 這些呢 祝福啊 這些約 全部到了教會的手中了 所以這個叫做替代了 就教會替代了以色列的位置了 就是這樣子 最基本的論調 那就因為這樣子呢 才會產生出來說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現在的以色列 在巴勒斯坦的這塊土地 他也沒有所有權啊 因為既然 都已經被替代掉 到新約的教會已經 把以色列的這些 上帝給他們的這些 应許全部都 就是 就我剛剛講的 教會就是新約的以色列 所以現在的以色列呢 doesn't matter 在神的國裡面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命定 也沒有什麼獨特的 這個功用在那裡面的 你如果去 強調說以色列在 整個 神國 裡面的重要性的話 你就是變成 高台的以色列 你知道嗎 高台的猶太人 去抱他們的大腿 因為他已經 沒有什麼獨特性了 他們否認 以色列在未來 比如說 耶穌一定要是 先做以色列人的王 耶穌就講 他一定要先做大位之子 以後要坐在大位的寶座上 永遠為王 那大位的王位 本來就是以色列的王位 所以說 他要先在耶路撒冷 做大位的寶座 先作為以色列的王 通過這一個 來通過以色列來治理全球 全世界還有列國 那照我的看法 以色列 然後外邦七十國 那我認為 在這一早神就已經 就說在創世紀 已經是這樣子命定了 我相信在他回來了以後 千禧年也應該 有些國會滅 有些國會兴起來 應該也就是七十個國 我覺得上帝的謀略 一直都是很清晰的 那所以說以色列 七十個國 外邦國 那所以以色列是 不列在狗印 不列在七十個 列邦當中 他是獨居之民 因為他們有從上帝來的 特殊的很多的啟示 一早從亞伯拉罕 還有這些約 什麼這些保羅 也講得很清楚 那上帝就要透過他們 來教導列邦 怎麼來活出 聖結的生活 而且就是說 在神的國裡面 怎麼來生活 這樣子 那這個尤其到 千禧年的時候 很清楚 所以 可是他們會否認 以色列有一個獨特的地位 或者是說 羅馬書十章十一章十二章 有講到說 當以色列他 再一度豐滿起來的時候 就是好像 色列好像一條船一樣 他裡面的那個戰備都齊全了 人員也都齊全了 什麼都不缺 是一條滿載的船的時候 這樣子這麼豐滿的時候 他會讓全天下死而復生 死而復生 這是超級大的一個祝福啊 這是以色列 他在神國的計畫裡面 神所命定的 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purpose存在 當然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purpose 然後每一個人 也有一個calling 我們每一個有特殊的 有不同的calling 但是這神照他自己的全知 全然的智慧 他一早就設計好了 他就design這個 赐給我們 並不是說以色列比我們還要高級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神給他這個使命 他也因為這個使命 他做以色列就很辛苦 幾千年來過這麼辛苦的生活 對不對 這樣子 可是神有給他這個命定 我們不能說 我比神還聰明 神的話已經這麼講 I disagree 我就不同意神你這種做法 這是不對的 所以說基本上 替代神訣 他因為從羅馬天主教断根以來 跟西伯來根源断根以來 那麼後來馬丁路德做這個規正 reform theology從那邊開始 可是他沒有把這個根接回去 所以說很多断根的東西在裡面 他一直残留下來了 所以說因為這樣子 造成了很多的 用希臘式的這種想法 去取代西伯來根源的神學的解釋 所以我們把 其實你會發現說 我們讀聖經 你越讀越多的西方神學的理論的時候 覺得讀的頭腦越來越大 可是你裡面的 沒有一個 阿悶的一個 很清楚的石頭落下來 I settle 很清晰的 沒有 因為就說很多 各自不同的理論在裡面互相衝擊 可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同樣讀一本聖經 我舉個例子說 就說我們都是一個爸爸 今天我們都坐在這裡 聽爸爸在講話 怎麼會聽爸爸講話 講完了以後 我們四個兄弟彼此的認知是1800里 還相反方向的 這種認知 我覺得這非常不可思議 那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就是因為沒有回到根源 那你當然什麼東西 你沒有回到根源的時候呢 那種焦點就 模糊掉了 又加了很多人為的解釋 進來 那麼 亞又沒有去歸正他 所以說那到了末世就再加上很多的這些謊言欺騙進來 那就越搞越亂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現在對基督的很重要的是我們要回到那個神的存證話語的規模 這個才是能夠在末世讓基督徒讓教會能夠挺住的 而且是看到未來在神國裡面榮耀的盼望 還有我們的位分跟我們的duty職責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反而會讓我們在末世裡面呢 作為末世先鋒者呢 會活出一種非常精彩的 你懂覺得每天都是熱騰騰的包子 而且活得很有意義的這樣子的一個一個life 我覺得你今天講的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看 不只是末世 要怎麼樣看我們自己要怎麼樣看神 因為我覺得就是替代神訣 他第一個做到的事情 就是讓基督徒驕傲 讓基督徒可以看不起猶太人 讓基督徒可以打壓猶太人 讓基督徒可以變成在聖經裡面的非力士人一樣 然後去攻擊猶太人 去可以合理化的去做這樣子的各式各樣的事情 是 這個是 你講的這次是insight for 對 的確是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 什麼叫做麥子跟拜子 什麼叫做綿羊跟山羊 我覺得就是靠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這個驕傲在你的裡面 因為這個就是我過去半年我去了以色列兩次 那麼我就有一個更深的體悟 當然我已經去第六次左右了 第六次還第七次 在過去幾年來 那我就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說從這個ignorance產生erogance 從erogance產生persecution 那ignorance就是因為跟希伯來根源斷根了 斷根了以後呢就產生了取代神學 產生了取代神學以後就剛剛你講的 我們就變驕傲了 我們就覺得你們怎麼說玩梗 你怎麼這麼悖逆 你怎麼這樣這樣這樣 好 大胃之心為什麼有六個腳 對 為什麼六個字是三角形 種種的 所以說你就把變成說就鄙視了這個以色列人 你們活該 你們受苦是活該的 那因為從這個斷根以後所產生的 erogance呢 比如說我們就跟他說 耶穌已經在十字架上面 已經把摩西五經 妥拉 把神的律法都已經全部廢棄了 比如說是這樣 那他們一聽呢就會更加的小心 因為上帝呢已經有跟摩西講說 以後我會派那個先知來 他所奉我的名所說的話呢 都會應驗 可是呢如果他教導你的事 要遠離我的instruction 我的話語的話 那你們要把他用石頭打死 那這個就很奇怪了 為什麼神要做這件事情 他自己有解釋 他說呢 因為我要用這個來試試你們 說你們到底肯不肯遵從我的話 還是不肯 他可以行神奇奇事 奉我的名講了一大堆 結果都應驗了 可是他要你做的事情 是把你帶他的教導是代理你 離開我那個摩西的 對就所說的這些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要把他用石頭打死 因為我在test 你要肯不肯遵從我的話語 結果我們因為跟 西伯來根源斷根了以後 從這個erogance就產生了自大 那用這個自大再回頭 壓迫他們說 你要接受這個 好 那所以你要接受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教導 那麼希臘化的Jesus 不是Hebrew的Yashua 完全不一樣 就想像說你把台灣的那個媽祖 把他搞成金髮碧眼 OK 身材又是超棒的 就拿回去台灣的陸港 跟他們說 這就是你們媽祖你們拜吧 類似這個意思 OK 好 同樣同樣的味道 所以 他們就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以後 又有更多的逼迫 那更多的逼迫 就產生了Perssecution 所以就一路呢 從這個erogance 無知嘛 因為斷根了 斷根了以後你就不曉得 斷根了以後 你就是變成erogance 無知 你又產生自大 自大你又再產生Perssecution 逼迫 那至於呢 就是說以佛所述裡面 在講的兩下要合而一 成為一個新人 就是外邦人跟余太人 要兩下合一 是中間的冤仇啊 沒有廢掉啊 明明寫的說 耶穌在身上廢掉了這個冤仇啊 可是呢 這個冤仇可能在初代的教會 那個一百多年 一兩百年的時間 真的是有廢掉 以後 因為歷史上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些種種的事情 所以呢 反而這個冤仇越結越深啊 比不但沒有停在那裡而已 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們已經到了末世了 很清楚 所以呢 神的定義呢 要來解決這件事情 外邦的心腹要長大成熟 讓很多的猶太人也要得救 所以這兩個兩下呢 中間呢 要產生一個新的合一 就成為一個榮耀的 很有智慧的心腹 然後這個心腹一旦被聖靈製作出來以後 那個耶穌就回來 就迎娶心腹 因為呢 他不想要單獨做一個單身國王 他呢是要等他的心腹長大成熟 因爲什麽 他要牽著他的心腹 在這個千禧年 一千年的時間呢 彌撒的王國裡面 要跟心腹一起執掌王權 他心腹不是在旁邊做花瓶而已 you know 然後呢 而且他是這些事情呢 你去處理就好了 嗯 因為那這個心腹我也可以處理 爲什麽 他有神的智慧 他知道神的國是什麽 他有神的 知道神國的榮耀 you know 他understand 知道神的話語 ok 他了解他的丈夫 他的旺王之王 這個 米塞亚君王 所以他可以治理 是共同治理的 所以這個會在這個未來千禧年的时候啊 讓那些天使们 还有就是说在活在千禧年的世代裡面的 许许多多的人 非常非常的驚訝 說哇我的天啊 神啊你怎么这么神啊 你怎么这么了不起啊 你怎么从在 你怎么有办法 说从这个亚当 以来 这这样穿越几千年的这样的时空当中 把这一些的罪人 把这些人口贩子 把这些的甚至恐怖分子 对不对 把这一些的妓女 把这一些的色情犯 你懂 贩卖人口的 把这些什麽种种 这么多的罪人啊 结果呢 你怎么有办法把他们成为 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 有智慧的 权品 而且是圣洁的 一个群体呢 Are you kidding me How did you do this is impossible 对不对 所以呢 以佛署人就讲 为什么神要做这样事情 因为他 我有透过这样子 他就要彰显 You know 在就说在 在那个世世代代里面 彰显出来说 他的 诸般的怜悯 他诸般的忍耐 诸般的恩慈 诸般的智慧 诸般的能力 Oh my God You know So many fools 有这麽多不同的罪人 有这麽多不同的面相 这麽多不同的层次啊 You know 彰显他这上面的荣耀啊 You know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我们 当我们基督明白了 这个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位分 还有对于说 这未来将要降临的 末世到了 但是呢 耶稣要回来了 OK 所以说这神的国要降临 以后我们呢 在这个未来 一千年的时间啊 我们还有这样子 非常荣耀的事情啊 荣耀的位分 跟他一起要来执掌 要管 把这个整个地球 治理得非常好 要彰显这个 望王之王的荣耀 所以这是 very exciting的 非常有盼望的 yeah 是真的 末日要到了 很多人现在感觉的是害怕 很多人现在感觉的是 就是说 天哪 要打仗 要怎么样 怎么样 以色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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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什么什么什么 习近平 怎样 这样 泽连斯基 普丁什么 不是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荣耀 我们要看到的是 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要看到的是 我们可以透过现在发生的事情 更了解神的心意 我们现在就是分出 麦子跟拜子的时候 现在就是分出山羊跟绵羊的时候 我们怎么看这个时代的乱象 我们在这个乱象当中 我们要怎么活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儿女 我们是摆烂说 就这个样子了 还是说 我们会趁着现在 更追随耶稣 更爱教会 更爱我们的圣经 更爱神的话 这个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神要娶什么样的心腹 是说 我放弃在这个地方 随便去做就好 世界烂就给他烂 还是神会取一个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刚强壮单 是 所以这个荣耀合一的心腹 一定要出现 因为神的话 讲了就一定会照这样成就 不管你喜欢也好 你不喜欢也好 对对 你最好是喜欢 I so like it I'm so exciting about it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 But anyway 这你末世先锋 最前面 我最喜欢 神的旨意 你存绝善良 可喜悦的旨意 你有什么好 为什么你会不喜欢 我真的不懂 OK 所以说 但是他既然 他的旨意是这样 他就一定会完成的 一定会完成的 那所以 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是 明白他的旨意 跟他的心意 所以我们去配合他 那你这样子 整个生命就有一个定向 好像一把剑 你知道射出去 那个靶心 红心在哪里 所以每天都很有意义 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 而且知道说 他所要成就的 那个荣耀的心腹 绝对要制作出来的 所以你当然就有一个 这些的盼望 很有盼望 OK 虽然你表面 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 还没有到那么有盼望的地步 可是我们也有看到Sign 像你刚刚讲的 现在很多的已经什么 他就是说有些人 他好像醒过来 有些基督徒 有时候看到平常 糊里糊里 突然之间 他也有醒过来的 醒过来以后 他就越来越坚定了 我就抱定了心智 我就算训道 我也是要做 坚持我这个 基督的信仰到底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 这种出现 而且年轻的一代 我10月21号 在台湾高雄 有一场默示先锋特会 我跟你讲 他超级震撼的 因为在特会的 后半段的时候 我就第一次 呼召华人基督徒里面 你们有愿意领受 默示先锋的 这个呼召的 你觉得你这个呼召 你现在出来领受 领受 你接住这个 你领受这个 结果那一次 现场就有500个 网络上面观看 大概那几天下来 回放的 大概有五六千个view 那个时候我说 好我现在要开始呼召 就是你们谁 愿意领受 默示先锋呼召的 结果来的那些 大概90% 全部马上就到台前来了 很多都年轻人 而且是从100个 不同的教会来的 就是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教会 我们没有去动员任何的教会 第一个我也不认识很多牧者 说实在 那一方面我们要看说 到底是不是圣灵的作为 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面 没有人能够去 create这个movement 像这样子的一种 默示先锋的运动 movement除非神 圣灵的风自己吹 圣灵的火自己烧 不然你不可能 人不可能去 把它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自己用力越少 就看到神 真的是神的作为 所以也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想到说 就来了500个 然后且是不同的教会 超过100个教会 就一个两个爆 还有从马来西亚坐飞机来的 全家 说他们出来的以后 我已经很震惊 我说 你们到底从哪里冒出来 我真的不晓得 你本来有准备小礼物 就哎呀 500人 那算了 小礼物先走起来 多人这么多个冒出来 Where do I come from I don't know you 对 那是神是预备了 时间到了 就是被人预备了 7000个 没对被巴黎屈起 但是他隐藏 所以神在历世 历代以财 他有这些精英 他隐藏的 但时间到了要出来 就这样子 所以时间一到一讲 他就出来了 一出来了以后 然后我就问说 好 我现在要做一件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而且 我说 在你们在 可能在传统的聚会 教会里面 特别也没有 经历过的事情 你现在会举手的 你就会举手 你就不会举手 我要做这件事情 你连想都不用想 OK 因为这件事情 不是用想来的 所以说 我现在数到三 会举手的 你就会举手 不会举手的 你就不会举手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不用想 然后我就说 你们当中 有多少人 隐隐约约的 或是清晰的知道 里面 有殉道者的护照 你知道吗 我本来心里面在想说 大概就15%你知道吗 大概15%到20%的人 没有想到80%以上的 而且手一举起来 我那个一二三 三那个字 还没有完的时候 就这样上来 然后 后来 回去看录影带的时候 那个语言语喊 他就提醒说 他说破产好 他说 连上来的时候 空气有声音 我说 为什么空气有声音 他说 因为你那个三 还没有讲完的时候 他说 大家很快速的这样上来 所以连衣袖 非常整齐画衣的举上来 你知道 好像 好像迫不及待 等你护照讲这个 你知道吗 所以声音 空气中 就是有那个衣袖 那个声音 你有作为一个 殉道者的护照的 我现在数到三 你就举手 一二三 我说这个事情 我当场就哭了 我说 这个真实 所以这个摩世 先锋运动 是真的 而且说 我们今天不是在呼召人 来说领受祝福 领受祝福 我是在屋里面有 你们有 觉得里面有 这种迅道者的呼召的 结果就毫不疑 就上来了 我当场我就 眼睛就掉下来了 后来我就开始 鼓励他们 对不对 因为你要训道 也不是说 你想要训道就可以 这是呼召 那你如果你有 这个呼召的话 你就做主的 忠实的见证 因为我说 到了末世 训道性价比最高 因为你睡了一下下 耶稣就回来了 对不对 睡了一下 而且里面 其实我讲得很清楚 那个保证 跟耶稣一同执掌 王权一千年 这个是写在上面的 但是当他被预备了 这个心智 他里面有这个呼召 那我就是要给他 真实神的话语 是怎么说的 对不对 让他能够就是说 有这样呼召的人 他能够做 忠实的见证者到底 所以我说 这是一个 真的 This is real 我今天不是在那边说 你们来领受祝福 什么财富转移 要从恶人的手里 转到义人的 对不对 你们要领受 什么多少的祝福 或者是来领受 多少恩高 No 不是这个呢 今天是要问你说 你有信到什么呼召 真的是一个 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特别是在台湾 因为我对台湾的这个情况 我不了解 我太久没有回台湾了 那我信主的时候 我也没有回过台湾一次 所以我不知道台湾 到底是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听你这样讲 真的是 还有一群很棒的基督徒 在那个地方 那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全美国也都是这样的 都会有 现在麦子跟拜子 阿门 现在就是绵羊跟山羊分开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基督徒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生命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在末日的情况下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担当 我们要怎么样跟神一起同工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见耶稣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切都变得如此真实了 对我来讲 现在圣经在这三年来 一切变成如此的真实 每一字每一句 活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觉得你说可以抓着它 它有热度有温度的 你可以放到嘴巴咬 都有味道的 就这么真实 神的话语 这么真实 而且你会觉得很可贵 就还好有这本圣经 活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如此的有幸 有这本圣经 可以让我们有方向 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里面 可是我们又发觉得说 我们里面越来越亮 如同明光照耀 这样子 白昼之子 那种兴奋感 还有那种确定感 还有那种意义感 我觉得太胖了吧 对 没错 现在真的就是最好的时刻 你如果现在是基督徒的话 你赶上了 你真的是活在一个最美妙的时刻 圣经里面的话 从来就没有这么真实过 现在真是鼓励大家 尽管现在世界上好像乱成一团 尽管好像哪里都要战争 什么什么什么 启示录好像写得很可怕 你不可以害怕 当我们把眼光啊 就放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 跟他计划的时候 你会兴奋起来 因为他真的他已经在积极的制作 他这一个荣耀的合一的心腹 这些成熟长大的基督徒 他真的是在制作他们 你就看他们啪啪啪 以前你不晓得他们在 好像我在台湾一呼召 对不对 什么这些人冒出来了 在那个特会之前一个礼拜 碰对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个男生跟我一起喝啤酒 他跟我说 他跟他太太才结婚一年 他们结婚洞房花竹夜 共同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什么祷告 他说他们的祷告是 求耶稣说他们要共同殉道 我说有人在新婚花竹夜 做这种祷告的吗 这是他们的心智 他们知道说 他们有被呼召作为殉道者 而且他讲的时候不是害怕 很可怜啊 我怎么这么衰啊 不是呢 讲起来是那种笃定感 那种很平安 然后那个讲起来的时候 还这样眼睛跟 还这样亮亮的 哇 讲着这样子 所以我一看 我自己也吓呆了 我就想说 我就知道说 这个就是神的作为嘛 时间到了 神他自己呼召 真的这些就在发生了 OK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 神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呢 但是呢 他这种大能的作为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fire up的 对 好 我们谢谢炮长老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 真的是给我们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启示 而且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非常非常多的信心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 刚强壮长的基督徒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 我们有方向的基督徒 阿们 我们就是要跟耶稣一起做王长卷 阿们 我们就是不可以害怕 我们要用心腹的身份去见耶稣 所以我们要活得更好 是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这是Paul长老 漠视先锋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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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